在南印度卡納塔克邦的一座學校 就出現了這個不可思議的畫面 繼續氣派到花豹在教室走廊溜達 接著花豹來到游泳池 跟一名男子互相搏鬥 那隻被豹抓傷場面驚險 森林部門官員與警察 開始開窗圍捕花豹 花豹四處奔跑 多次皎洁的躲過子彈 經過一天的追捕花豹被抓住 隨後被送往一處生態公園 追捕過程中至少有四人受傷 幸好當天是星期日 學校沒有開放 避免更多傷亡